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他就想 觉得与其屈服于一个腐败无能又懦弱的清政府 还不如揭竿而起推翻暴政 创造一个造福天下的新政府 就这样 太平天国诞生了 最初的太平天国确实是按照洪秀权的初衷那样 最立的抵抗清政府很有实力 清政府的军队节节败退 最后逼得清政府不得不借助洋人的力量来平复 真的是相当的无能啊 然而 太平天国的信仰这是百姓们需要的 百姓们愿意这样政权出现来替他们说话 但是好景不长 太平天国后期内部矛盾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激化 四分五裂如同一盘散沙 不攻自破了 到底什么原因让如此规模的反政府武装最终走向败落呢 李秀成总结了太平天国起义失败的原因 这个最大的致命点就在于在利益面前不够团结 前期太平天国一无所有 大家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信念奋斗 不分你我 但是当物质积累到一定数量以后 当权力越来越大之后 人们的嫉妒心逐渐开始作祟 文秀泉当时封了很多的王 各王之间相互看不上 久而久之矛盾西化开始自相残杀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